《雪英灵柱》65集,官方在改原著,女主颜值升级,三大叛徒身份曝光,女魅魔大战女主。 转眼又到了雪英灵柱动漫更新的日子,现阶段这部作品已经出到第65集,可以看到相对于原著动漫改的不是一点半点,从60集开始,其实已经可以说完全偏离原著党轨迹了,只不过最新一集改动都更多。 但这样也不是全是坏事,改编后的剧情还是很有看点的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,官方在改原著阴影母提前被杀 首先就是凯局官方对原著的改动了。本来按照原著来说,五大恶魔将军之中阴影母乃是最强大的一个,更是运气最好的一个,最后其他四位恶魔将军都被灭杀了,但是就他一个被救走了。 谁知道到了动漫之中,官方直接改了,变成了阴影模式最先领合犯的一个,还让他突袭黑风神宫,结果他是带人去了,但是却是有去无回,被池秋白给猎杀了。 而如此一来,也证明了,也证明了,迟秋白根本不是叛徒,只是为了下族和自己的爱恋而不得不委屈求全,为恶魔办事,但是关键时刻,他还是站在下族这一边的。 02,女主颜值大升级 然后就是女主颜值升级的事了。这部作品之中出现过很多女子,这些女角色可以说随便一个论颜值都在女主之上。 官方可能也觉得这位年有些说不过去了,于是特意给女主于静秋建模升级了。 可以看到下一集预告之中女主整个人的建模都提升了一个档次,变得朱元玉润不再是之前的网红脸了,眼睛也变得很水灵,身材也比之前更好了,就是衣服加了一块布,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影响。 这里也恭喜一下女主,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了。 03,三大叛徒神分曝光 接下来看看官方新曝光的三大叛徒。三大叛徒之中持秋白算一个,哪怕他现在做了好事灭了阴影魔,是在为下族办事,但毕竟还是叛徒身份。 而另外两个叛徒则是席云和司徒红,这两人一个是很早就投靠了恶魔,为了以甘心被恶魔所用。 一个则原本是士云山大师兄,但是自从东伯雪英来了之后他的光环就被夺取了,为此他怀恨在心。 因为明明他才是大师兄,但是所有人都喜欢东伯雪英,于是他就被恶魔利用了,为恶魔做事,如今更是充当内应把一众师兄弟都以网打尽。 04,女魅魔大战女主 最后就是女魅魔大战女主了。 这一集的最后,官方案例又放出下一集的预告,可以看到女主于静秋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到了一处野外。 在这野外之中,他发现了一处很诡异的阵法,里面不知道有什么,但只是靠近就觉得心慌意乱,于是他赶紧通知自己老公和陈公主。 谁知道他刚要通知就为善神出现的女魅魔给掐住了脖子,说不出话来。 不过谁让他吃女主呢?该有的待遇还是有的,也肯定不会领盒饭,接下来必定女魅魔和女主来一场大战,然后东伯雪英及时赶到,来个英雄救美,这都是老套路了,不过观众好像就是很喜欢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